最荒謬的實驗 等一下等一下 歡迎收看東橋實驗室 我是包伯 我是偉恩 今天我們要來驗證三個 我們在日本的綜藝節目看到的 生活小技巧 所以我們準備了啤酒 可樂 還有布丁 等一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吧 那我們這個實驗要做什麼呢 喝啤酒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麼 沒有氣泡啦 沒錯 因為啤酒啊 然後倒出來靜置一段時間之後呢 氣泡就會全部消失了 那我們這一個傳說呢 就是如何很簡單就可以 快速讓啤酒的氣泡通通恢復 首先呢我們需要一個 啤酒 新鮮剛開的所以 倒出一點氣泡 哇 有沒有有沒有 滿滿的氣泡 這麼多的氣泡 然後現在呢我們來靜置一下 讓它的氣泡通通消失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已經靜置到 沒有氣泡囉 那我們今天的秘密武器就是這個 登登 筷子 竹筷子 主要把竹筷子插進啤酒裡面 氣泡就會回來囉 現在超緊張的 我們來試試看吧 超緊張的 試試看吧 會不會氣泡出現 喔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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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據說是因為筷子的表面有很多凹凸不平 然後所以可以產生空氣跟氣泡 但是確切的科學眼裡我不是很懂 我只知道現在真的產生超多泡泡的 哇 它還在冒耶真的是 滿滿全部都是氣泡 真的太強了 那我們今天的驗證就成功囉 耶~~ 又吃泡啦 為什麼我們這個實驗要在廁所進行 大家在喝可樂的時候最怕撞到或是咬到 因為撞到或咬的時候就會爆發 整個爆發吧 所以我們現在要教大家生活小嘗試 就怎麼樣在搖晃或撞到可樂之後 不會讓我們氣喷出來 這是史上攝影師躲得最遠的一次 首先我們要看失敗的情形 欸~~ 喔~~ 有咧有咧 欸~~ 有咧 我已經看到這個可樂 這可樂很難受了 準備火山爆發囉 這樣子啦 你看 哇~~ 我會看到亂七八八 真的 我們在公布解答之前先給大家30秒想想看 在這種狀況下你會怎麼解決呢 可以看到這個瓶子已經快爆炸了 那我們就來公布解答看看吧 首先呢 你就把這個可樂 放在喉嚨下面 然後接下來 你又哼個歌 哼30秒鐘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打開看看 或會瓶子爆裂呢 嗯 開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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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算是有成功一半吧 對啊 我覺得算是成功了50% 對 可能我剛剛唱的不夠用力 對 或者說 摇得太猛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你看 算是有解決到 因為基本上幾乎沒有噴出來 對 大概只爆了一點點 嗯 那如果是一般的可樂的話 基本上就算你靜置30秒 應該也就會爆發 那這一個實驗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生活的小秘訣就是呢 平常我們在吃布丁的時候啊 是不是很有可能 為了把它完整的倒出來 然後倒在這個上面 可能你會整個把它擠啊 弄啊 然後整個爛掉 然後我們今天的小秘訣就是 如何可以把它完整的取出 都不會壞掉 那我們一般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那就來示範給大家看 理論上來講呢 這個 一般的布丁 非常的 難倒 好 先來倒倒看吧 那一般來說我們的倒坊是怎麼樣呢 最直觀的想法就是這樣給它倒出來 但是 因為會有 真空效應嘛 會有空 啊 你看 有沒有 這就會已經直接 你這樣倒出來 還是直接分崩離析 整個爛掉 斷成兩階啦 那為什麼我們又回到廁所呢 沒錯 因為這個實驗也有一點點的危險 所以呢 我們在廁所裡做比較保險哦 那我們請文講解一下吧 這一次的生活小秘訣就是 就是把你的布丁蓋在盤子上之後呢 跟你的身體成90吋 噓 噢 華爾茲 對 快速的旋轉一圈利用離心力把它給甩出來 滿緊張的 好 那我們就 給它甩甩看囉 2 GO GO 完全沒動 等一下 再甩一次 離心力 地心以利 嘿 我覺得可能 這個 這個地方太窄了 那樣 最荒謬的思念 等一下 我剛剛甩的 加速度不夠 所以它離心力不夠大 真的是完整的 整個出來 超強 所以你覺得不成功的話 其實甩了幾次 感覺就成功了 對 甩快一點就成功 對對對 但是你在家裡甩 媽媽可能會覺得你發痛 這次看這個比較大的版本 會不會成功 這樣子嗎 先轉過來嘛對不對 好 離心力 看看 離近成功 一次到底 你看 轉彎嗎對不對 最歡樂的布丁 耶